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分享给其他男型人士 知道这里有个年轻的男型人士需要大家支持 今天我想跟进一单我在2月16日说过的新闻 就是说日本的名女星优 叫做茅野爱依玉华这件事 这件事现在就有新的进展 跟大家说一说 如果未知这件事详情的朋友 我会在留言区贴我的影片的连结 到时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原本件事 之后再过来看现在的后续事件跟进 首先就是那个女配音员终于肯道歉 但她的道歉声明相对枯显了些 亦有不少中国网民不收货 觉得她的道歉是没有诚意的 我大致总结一下她的道歉声明究竟说了些什么 她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的影响已经是超出可控的预期 然后也就着自己的无知 即所谓的无知对各位造成的伤害就觉得很对不起 除了她自己出来道歉之外 她所在的工作室也都出来一起道歉 其实我觉得无论她出不出来道歉也好 她的道歉有没有诚意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网民和香港网民都会把这个人抵制 不过抵制的力度去到哪里就是要看看她的道歉有没有诚意 我想这件事其实配音员自己也很清楚 因为她做错了这件事她去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其实已经是很难去洗底了 因为这样而去发一个道歉声明有时可能都是 循例要去做的事或者是 这件事闹大了很多人去抵制她了 她的公司都要逼她出来道歉 因为毕竟无论是她也好 还是她所属的公司也好 都需要继续在行业里面找食的嘛 现在在中国内地有很多网民都要求把这个《茅野爱衣》的相关作品全部下架 而且当中有很多已经是完结了的动画 换句话说也是中国已经给了钱去买的动画 其实在我角度去看 我觉得如果这些作品全部下架的话 其实对配音员影响不大 因为她已经一早收了钱 所以其实对她是影响零伤害的 还有这个人她配过的作品确实是多少 她是最少帮过100部卡通片去配音 就好像我之前所说一部卡通片短的就可能12到24集 长的就可能48集 50多集 甚至有些长到600集的都有 如果真的太一刀切的话 反而最受影响的就会是一些中国的网站 因为他们真金白银用了超级超级多钱去买 结果全部的钱因为一粒老鼠屎 而弄到全部跌到咸水海 其实这东西对中国的企业也是很不公平 但是我绝对不是说做错事 而且做错一些这么错的事的人是不需要受到惩罚的 但是会不会需要去转过一个角度 用其他的方式去对付这些做错事的人呢 我就认为这一件事是有待相确的 因为没理由是人家犯错 但是我们中国就不停拿刀去插自己 然后就这样就去说是惩罚了人 这样是一件更加不合理的事啦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娱乐圈都有出现过 而我认为娱乐圈去处理这些事的方法和态度都颇为成熟 其实是可以值得中国的相关部门借鉴里面的方法去做处理的 那我现在就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就是关于陈冠希的裸召风波 其实当时陈冠希的裸召风波 除了骂到整个香港沸沸扬扬之外 其实这件事同时在国际的娱乐圈都是一样骂到沸沸扬扬扬的 这件事没得拗啦 一定是错了 但这样是不是代表要将所有与陈冠希有关的电影、歌曲 甚至是一些他已经拍了但未上演的作品统统下架呢? 答案当然不是啦 在当时的裸召风波爆发了之后 当时陈冠希是参演了蝙蝠合前转移黑暗骑士的拍摄 里面的制作费都是说不知多少亿的啦 就真的没理由因为陈冠希一个老鼠屎 而搞到这么多亿石沉大海 这样的话对谁都不公平 因为一部电影是牵涉很多人的嘛 赞助商、广告商、很多靠拍戏去捕食的人、导演、相关的人士、特技、制作 里面是可能影响成千人的生计 如果他用一刀切的方法去处理的话是很愚蠢的 即是一千个无辜的人赞助商那几亿 很无辜的几亿去为了一个老鼠屎而去买单 不合乎经济效益也对其他人不公平 一个人做错事也没理由要其他人去帮他负责任的嘛 结果当时的洛兰导演的处理手法我认为是挺高明的 因为原本陈冠熙在里面的角色是饰演一位秘密警察 表面上是协助蝙蝠盒的正派人士 但实际上是一名通风报信的内奸 而且在里面也有跟片中的要角有些对话有些对手戏要去做的 结果自从拿照风波之后就把相关的情节全部砍掉 而陈冠熙也变成了一个只有5秒只有3秒镜头 而且是说了一两句无关痛痒女白的角色 最后蝙蝠盒这套戏也成为了大家的经典 希斯莱斯的小丑和蝙蝠盒他们精彩的演出 幸好没有被陈冠熙这只老鼠屎摧毁了 其实有见及此我认为其中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就是 即使有这个配音员配音的剧集都好 都是照舊保留在这里 但是看下假以时日可不可以去找其他的配音员去重新配音 然后一些新的卡通片 一些我们中国还没去付钱买的卡通片 如果有这个人配音的卡通片我们就一轮不买 我觉得用这种方法去做抵制反而是更加好 既不会伤害到中国太多利益的同时 也都可以造成一种长期的抵制效果 如果可能过了几年之后 那个女配音员她的态度有改善 真心悔改的话 那就可能可以继续去给一些机会她 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个榜样去提醒大家 绝对不可以去做一些侮辱我们中国的事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分享出去 好 就这样 拜拜